欢迎收看全民大觉醒 幸福昨天外资是认错回补台股买超了100多亿 昨天外资买超的除了大型股像是鸿海 伟创日月光国泰金等等 像是稳貌跟精彩这两档 也是今天盘面上3D感测的指标 也是昨天外资大买的标的 肩股价还继续的向上来进行强攻 那外资现在开始认错回补了 外资买超的个股 能不能够从这个认购全镇的角度来做搭车呢 确实没错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外资算是目前台股最大的一个控盘手 那如果说当天他卖了80亿 卖了100亿 可能这个台股你要涨真的很难涨得起来 那像昨天他开始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回补 台股就一口气 这个回补了2月初的一个向下跳空缺口 甚至今天还大涨了白点 所以其实外资它的一个态度将会左右 不管是台湾整个所谓加权指数的一个变化 甚至个股 如果说外资买 它可能后面就容易涨 外资转为卖超 可能后面它的一个行情 就必须要所谓的一个保守应对 所以我们这边特别有去帮大家筛选 就是说最近这五个交易以来 外资净买超千张以上的一些个股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当然你看外资昨天买鸿海 也买了好几万张 这个当然符合所谓买超千张以上的条件 可是我们这边还加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条件 叫做股价净值比低于一倍下 股价净值比低于一倍下 股价净值比 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用的 这个基本面的指标 那净值是什么意思 代表这家公司假设它当下 它当下被清算之后 可能你把账上所有的现金 一些资产 甚至包括像土地厂房 全部拿去折现 可以拿回来多少钱 所以我们在评估一家的公司 它的股价目前位阶高 或位阶低的时候 其实所谓的PP值 股价净值比 就是这个研究 这个个股的时候 我们常常法人会拿来 做一个评比的一个标准 那在这几档个股里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包括像3545的敦泰 最近这五天 外资是买了1529张 每股净值是37.7 股净值是0.83倍 另外像上礼拜 突然汉冲 这个汉冲拔起这个联电 上礼拜突然有一天 突然拉到涨停 也是因为 它的这个股价位阶的非常低 因为净值大概是17.5 这个股净比是只有0.9倍 甚至像这个昨天大涨的 像2888的星光青 也是一样 它之前股价的一个位阶 也是PP值 股价净值比一倍不到 外资最近这五天以来 也买了5760张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个股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就是说到底外资最近在买什么股票 如果说外资买进之后 可能还离外资的成本并没有太远的话 其实投资朋友就可以观察这家公司 它目前的这个股价 在外资连续一段时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在底部慢慢加码之后 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攻击态势 那我们这边来看的话 这几档这五档个股里面 这个目前股价净值比比较低的是0.83倍的这个3545的敦泰 那敦泰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它目前的一个技术面跟外资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敦泰来说的话 它股价是这个最近才刚刚这个重新站回的这个季线之上 那通常站回季线是代表什么 代表是一个多空的分水岭 多空的分水岭 你看它像在去年9月的时候带量 你看这一根比下来大概是这一天 带量 带量跌破季线之后就变成什么空头 带量杀破季线变成空头 因为什么季线是这个一个个股或一个大盘 它一个多空的一个转折 杀破季线 带量杀破季线 然后就变成空头行情 那现在来看的话 在过完农历年之后 其实它这边已经大概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 已经涨回到季线之上 而且它在相对的位置低 我们要强调 如果说你现在不想去追这个 很多的这个已经领先大盘创高 这个提材面的股票 你要找一些位阶比较低的 你就要找这种前面已经跌过一段 它从44跌到25 其实波段的一个跌幅也非常的重 大概跌到40几%接近五成 现在位阶比较低 那最下面这一栏是外资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发现 之前外资在高档开始慢慢转卖之后 股价就从44块一路跌破 30跌到最低跌到25 现在外资已经在一个股价相对比较低的位阶 开始去回补它的一个持股 所以我认为其实 以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搭配外资近期的一个买超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还没有离外资的这个 进行买超的成本太远 这个部分就可以留意 是不是它未来整个的一个走势 有机会呢 随着外资在低档回补持股 整个股价慢慢去扭转 之前算是比较偏弱的一个下跌走势 但是从它已经站回季线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个底部的一个形态 是可以确立是已经成型了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这个权政部分的一个挑选 那你可以发现 相关的权政来说的话 其实这边我们就举大概量比较大的 百张以上的大概有十来档 有十来档 其中这个成交量最大的是 永丰金发行的这一档 072445的这个敦泰的一个权政 那你可以发现它的一个执行比例 大概是0.265左右 履约价的部分 它这个履约价比较高 所以说它现在大概是 偏离价外的部分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如果说大家认为 这个敦泰的一个股价 随着外资的回补 可能你觉得对它未来的一个走势 比较有比较大的一个期望的话 可能这一档离价外比较远的 它的一个波动程度会比较大 那如果说跟现在的股价 大概30块附近差不多的这个履约价 可能有包括像是这个元大发行的 这个068918 它的这个履约价是30 凯基发行的这一档 070227的这个权政的话 它的履约价大概在29 那这个的话就会去比较忠实 反映目前的这个股价的一个涨跌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的一个股价今天开始有稍微 变红之后 其实相关的一个权政 这个杠杆背注比较大的 可能涨幅都已经超过了10%以上 所以我觉得在外资回补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发现很多的个股之前 我们讲讲说这个跌也外资 成也外资 败也外资 之前可能外资的卖超让它的股价一波大 可能大跌三成五成 但是在低档如果说看到 外资的筹码已经开始又重新有回笼 开始又慢慢从低档开始回补持股的话 我想相关的概念股 从之前的一个大跌之后 慢慢它就会脱离之前的下降趋势 重新回到多头一个轨道上 当然这些的一个股票可能就是我们投资人 在挑选权政的时候可以特别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至于说 虽然说连续两天的一个大涨 但是有一些短线涨多的 反而这两天没有跟上涨幅 甚至股价还倒退 我们来举个例子 像这个2231的维生 维生一下 对 车用的一个部分 当然维生它之前 这个二月份营收表现非常亮眼 居然在这个工作天数减少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二月营收还缴出了历史新高的成绩单 所以在公布了营收当天 它是拉到涨停 跳空然后拉涨停 然后隔天又大涨 盘中又碰到涨停 你可以发现在涨停之后 连续两天涨停之后 它高档爆出了一个相对大的量 代表什么 代表它是一个有一个比较高的周转率 而且从上礼拜五开始 这一波你可以发现 维生是谁做上去的 投信做上去 投信在之前 这个维生大概一月二月 还没有涨的时候 大概在三百块附近 投信就开始去做布局 开始去布局 然后从三百涨到四百二十八 你看三百 我们就用整数来算 三百涨到四百二好了 涨了一百二十块 涨四成 三百块到七百二十块涨四成 投信可能有些基金的人觉得说 短信涨这么多了 我开始慢慢什么 见好就收 落袋为安 所以导致它股价反而今天台股大涨百点 它今天股价反而是跌了超过有三个percent 那当然以它的基本面来看的话 二月的营收 这个工作天数少的情况之下 居然还可以缴出历史新高 代表其实公司的 这个基本面的展望是不错 但是就是因为短线涨太多了 从三百块不到 一路涨到突破四百块 短线涨了四十几趴 所以这个股价的部分短线上是确定是需要修正的 特别是这一波主要的这个推升的动能来自于投信转为卖超 会让它的股价必须要经历一段的时间的整理跟修正 所以如果在现阶段来看的话 如果它股价短线要整理 可能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认售权证 来规避所谓短线上的一个风险 所以你可以发现 像今天这个维生的股价是跌 那相关的认售这边 包括像是这个元大发行的 060 070P 今天的涨幅就超过了两成以上 而且成交量还蛮大了 成交了大概有五千多张 另外还有这一档 凯基发行的05 289P 成交量也有800多张 涨幅也是三成 当然因为多数的这个部分还是属于认购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 如果说你觉得短线上 因为这个投信油买转卖 这个短线急涨的个股 可能面临这个股价 先行拉回整理的一个风险的话 可以透过适度的透过 包括像认售的这个部分 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会想说 那我如果去做放空 可能如果说你可能 这个一张400多块的股价 400块的股价一张 其实这个融券的自备款大概要9成 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那像这个一张大概一千多块 两千多块 同样的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股价短线修正下跌的过程里面 你同样可以透过这个比较 所谓小兵力大功的这个 所谓认售的一个权证的部分 来达到规避短线上股价下行的一个风险 好 今天非常感谢幸福 特别是针对权证市场的一个标的 带给大家一些操作面的一个建议 跟后续的一个观察了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股动前朝 提醒观众朋友 全镇是高杠杆的投资商品 有机会在短期间获得极高的报酬 或者是蒙受权利金的损失 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的风险 以及详阅公开说明书 今天非常感谢幸福 陪大家一起观察台北股市盘后的一个盘式操作 还有在全镇市场的一个掌握了 也祝您操作顺利更多财经资讯 也请您持续锁定东森财经新闻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